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比利时总理德克鲁首次到访乌克兰 就选在26号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 比利时宣布 为了帮助乌克兰度过冬天 将额外向乌克兰提供3740万欧元 约合12.2亿台币援助 也会向乌克兰运送发电机 以及燃料 而乌俄战争打乱乌克兰股物出口 继而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26号国际粮食安全峰会 以实体和线上的方式登场 超过20个国家的领袖 承诺将会拨款 把乌克兰的粮食运送到非洲和亚洲国家 此外不止比利时 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家元首亲自参加 匈牙利总统诺瓦克 也现身乌克兰首都基辅 成为乌俄战争以来 匈牙利出访乌克兰的最高层级官员 德国总理肖茲发表影片声明 并且宣布金元乌克兰1000万欧元 约合3.2亿台币 来协助股物出口 此外传出德国国会将采用基辅当局的措辞 宣告1930年代 前苏联独裁者史达林统治之下 乌克兰数百万人饿死 是种族灭绝事件 另一方面把俄罗斯外交部长马克一 原本抱持亲西方的立场 两年前吹突然态度法夹湾改挺俄罗斯 而26号白岸媒体报导 他突然过世享受64岁 但是没有公布详情 欢迎我们小评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F alg300年代 语文代 未经议